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位于广州北部 这里可以通往全国40多个国家 是中国三大门户复合枢纽机场之一 也是广州市唯一的机场 不过广州人去国外旅游可不喜欢来这个机场 而是去香港坐飞机 这是为什么呢 今天我们再了解一下 这是因为香港是国际大都会较早得的发展 因此国际航线也比广州多得多 有超过220个航点 100家航空公司 不过是去哪里 在香港国际机场都能够找到相关的航班 相比于广州 香港的选择更多 正是因为航空公司多 这里的航空公司之间竞争都很大 因此机票经常有折扣 加上港币对人民币的汇率 往往在同一条线路中 香港机票的价格都比广州的低 而且香港是购物天堂 香港国际机场里面有很多免税店 种类繁多 物美价廉 因此广州人在香港的机场转机 还可以顺便买些小买的商品 加上现在从广州去香港也很方便了 不仅可以去深圳坐地铁 还可以乘坐大巴 坐高铁 本来广州离香港也不是很远 交通也非常的便利 除此之外 一般香港的航班都很准时 而国内航班经常出现延误 话说大家离广州近的话 也会选择去香港转机吗 欢迎大家留言交流 感谢观看本期节目 了解更多 请关注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